然后它可以作为一个制服一个新的维度 然后我是来自北中医的中华学院的苏远林 然后首先我们这个主要作为以下的内容 首先是这个在线能量分辨制服的建立 以及它的应用 应用呢我会之后会有个两个实例 来看它具体怎么来用于我们这货害成分的一个 精准的分析和定量 定性和定量分析 然后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能量分辨制服 因为我们来讲的是一个在线能量分辨制服 把这个在线去到的就是一个能量分辨制服 能量分辨制服它的英文就是说 Energy Resolved, Mass-Band-Termination 就是说它是一个靠的一种通过改变碰撞能量 改变母离子的内容 依据不同内容的母离子碰撞活化分解的子离子风度 随能量变化方式研究碰撞活化的机理 能量成绩模式的制服方法 使用串联制服的快速发展 通过ERMS也就是说能量分辨制服 获得目标母离子的列结曲线 以广泛用于同分一构体的区分 然后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在实验室 做那个定量分析的时候 都会采用对照品 然后采用针缝禁样的方式 来获得母离子和子离子 在获得母离子和子离子之后 我们构建一个候选的离子队 然后通过调节能量的一个变化 来构建这个通过能量分辨制服 也说不调节那个能量的一个梯度变化 来得到列结曲线 然后列结曲线对应的顶点 就是这个最佳风策能 我们进而用这个最佳风策能 来采用对我们的目标分析物 进行定量分析 我们做过很多这个化物的 这个能量散选之后呢 就发现不同的化物 它的能量这个最佳碰到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同一个化物 它不同的离子队 它的最佳碰到能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 字谱分析的时候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一个同分一构体 它是这个前户里头两个主要化物 所以两个主要化的成分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这个位置一构体 三平位和四平位的取代机 它两个对调了 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同一构体 它们在字谱里面得到的 字谱图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MS1里头可以看到它的M加纳红 在MS2里头可以看到它 就是一个乳酸分子 然后这个乳乳酸分子的这个 也就是说当归酸分子的这个碎片 然后呢我们采用这个能量分析字谱 也就是说我们采用这个真部经验的时候 得到它的列结曲线 发现它这个列结曲线存在一定的差异 它的最佳碰撞栏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列结曲线 来对同分一个体继续区分 但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这个通过它的不同能不能反推翻结构 也是我们这个后面一个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然后呢前面我们介绍了一个能量分析字符 在一般采用这个真部注射对照片 这个必须要求一个对照片 然后呢我们发现不同的化物 不同的离子对 它的列结曲线和最佳碰撞栏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不同铺撞栏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它字符响一直非常大 也就是我们这个列结曲线 它会成一个高湿分布 也说这个能量很低或者特别高的时候 它的响应值非常低 所以在一定范围的时候 它的响应值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那我们能不能想 假如我们没有对照片的情况下 能不能构建一种所谓的在线能量分辨字符 因为我们对在线能量分辨字符 它的功能的预期应该是 不依赖对照片的一个字符的一个参数优化 特别是这个风筒栏的优化 然后呢我们通过列结曲线 我们前面可以知道它可以区分同非构体 那我们能不能这个在不知道它这个情况下 能不能确证它的分析物的身份 然后利用列结曲线 能不能确定目标信号的纯度 然后呢我们还能不能利用这个 这些泡转栏实现化学结构的精准那个建立 然后呢首先我们讲一下 这个在线能量分辨字符的原理 我们都知道三重实际感 这种扫描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一般一个一个这个离子堆的情况下 它divide time我们可以测到五个毫秒 甚至可以有的甚至可以更低 但是呢这个设的比较低的时候 它的噪音会相应的分大 我们建议呢一般就在做这个多层分含量测定的时候 把它设定在五十个毫秒以上 这样的话它噪音很大 然后呢一般我们对这种所谓divide time之谱 也说这个比如说QQMS 它的分辨力我们一般设为一个unit的resolution 它是0.6到0.8的导臻 当把这个离子堆n微的设定 它最后小数点后面 第三位有点小区别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resolution它的分辨力 是没法区分这类这个离子堆的 我们把这种离子堆 比如像这个我们列的这个离子 把它并议为PITS 然后呢PITS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离子 这个离子堆它质量数 虽然有一点的显微差别 有点小和细小的差别 但是呢这个这个质朴是没法区分的 它在同一框栏情况下 它的响应值理论上是应该一样的 假如我们现在把它负以不同的通胀栏的值 它的响应值应该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不同的响应值下面 不同的通胀栏情况下 它的响应值是不一样的 我们通过前面这个QQ的这个质朴的一个优势 它什么速度快 然后它的分辨力稍微比较低的这个原理 我们就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在线能量分辨的质朴 然后呢具体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其他的质朴 或者是这个QQMS也可以得到它的一级质朴 和二级质朴 一级质朴里头显示它的一个母离子 然后二级质朴里头显示它的子离子 我们通过母离子和子离子配对 就可以构建所谓的MRM离子队的一个候选离子队 然后比如我们这个画物 它构建的是个109349 109327 109227 然后我们呢 然后进一步构建 针对每一对候选离子队都构建它的PITS 就是说改变小时点 后面第三位一个这个质量数 然后呢负以它不同的空洞栏 我们再利用刚才的原理 得到它不同空洞的情况下 它的响应值 这个时候最大的响应值 对应的就是应该最佳碰撞能 然后我们这个看到一个结果 我们这个step size 就是步长设得比较大 应该是五个电视波特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不同的碰撞能情况下 它的响应值确实是有差异 然后呢 再把这些封面给给导出来 然后呢 再通过高湿曲线 进行拟合 它的顶点 对应的就是一个最佳碰撞能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 在线能量分担制服 结合这个链接曲线 就可以获得 我们感兴趣的这个离子对 比如说我们感兴趣 这个化物的一个最佳碰撞能 我们利用这个最佳碰撞能 就可以来实现 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定量分析 然后呢 我们也通过很多对照品 进行一个这个验证 发现 我们通过在线能量分担制服 找出来的这个最佳碰撞能 以我们通过增并进样的方式 找出来的最佳碰撞能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我们做了一系列板酸的例子 我们发现这个不同的胆酸类型 包括油利性胆酸 结合性胆酸 然后发现它的不同的裂解方式 它都会对应不同的碰撞能 然后它的碰撞能非常有规理 你不同的这个裂解方式 对那碰撞能的分布期间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我们后期也可以用这些碰撞能 它的一个性质 来判断它的裂解类型 甚至可以判断它的一个取代位置 然后我们的总结是 不同的裂解图间 对应的是一个最多不同的 最佳碰撞能 不同的化物它碰撞能也是存在显著的性差异 跟我们这个离线的一个 这个能量分散指数 它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后呢 我们前面是对于小分子的一个 这个最佳碰撞能的这个删选 那我们对于这个多态 因为重要很多这个油脚成分 甚至是多态 比如像这个恶交 一些这个动物类药物 它很多这个多态的成分 那我们都对于多态的成分 难不难利用这个能量分散 这个这些能量分散指数 来得到它的一个最佳碰撞能 以及它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我们得到一个离子队的信息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QE 或者其他的一些高分散指数 来得到它二级特殊 它的母离子和子离子 然后进行配对 构建了它的后险离子队 然后我们对每一队后险离子队 都采用在线量分散指数 然后得到它的一个响应值 然后呢 再构建一个高速曲线 来这个 也就是说列阶曲线 来获得它的最佳碰撞能 比如说 我们通过很多这个多态化二五的一个实践 可以发现 通过在线量分散指数 结合列阶曲线 可以获得目标夺态的 这个 这个 最佳的一个离子队 和它一个最佳的一个碰撞能 然后呢 我们前面是个 一般是要获得一个最佳碰撞能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 特别是这种含量非常大的 这个 某个中药 它里头的这个 某个化二成分含量特别大的时候 它的线性范围 其实是难以覆盖它的含量的 比如说我们在做那个中药潜湖的时候 发现它里面的潜湖甲数的含量 可能是远大于其他的化二成分 当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微量成分 对它这个样品进行配置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个潜湖甲数的 它这个线性范围 难以对它进行一个整个定量 然后在前面 我们发现 它这个不同的碰撞能情况下 它的响应值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想 能不能通过人为的改变 它的一个碰撞能 比如说我不采用这个最佳的碰撞能 我采用一个非最佳的碰撞能 来人为的抑制它的响应 这样的话 它的响应值下来了 然后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检测器 也不会达到饱和 检测器不饱和的话 它的线性范围 如何进行一个延伸 然后就把这个做一个实践 我们看到它最佳碰撞能 35电子普通的时候 它的这个线性范围是比较窄的 当我们人为的压制 它的这个响应 采用一个非最佳的碰撞能 比如18个电子普通 然后发现它的线性范围 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很大的延伸 然后我们就认为最佳的一个 质幅参数在某些时候 它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特别是对于这种 大的极性跨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人为的采用 这个离子响应抑制的方法 采用一个非最佳碰撞能的方式 来改变 来定制它的线性范围 然后通过采用这个非最佳碰撞能 可以抑制这个木材化物的质幅响应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 这个碰撞的参数 定制我们的线性范围 实现大含量 跨度化碍成分的同步电脑 也就是说实现这种常量成分 微量成分 甚至是极微量含量成分的同步定量分析 然后这是一个实例 就是说在这个木材当中 它里头的甘露醇 松果极干 毛泥花糖的含量特别高的 当我们对这些小含量的微量成分 进行定量的时候 发现它的已经超过了它的定量上限 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抑制 要避免它的检测器的饱和 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删选了不同的一个碰撞栏 然后构建它的这个标准曲线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采用 单线能量分析支符 可以来得到它的一个最佳 非最优的一个碰撞栏 然后抑制它的支符响应 避免这个检测器的一个饱和 可以扩展它的定量上限 然后我们这个 要对很多化物进行同步定量的方法 定量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很多仪器 比如像Dynamic MM或者叫做Q-Trap里头的 它scheduleMM的模式 然后这个灵密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因为这里头设计在一个Define Time 可以这个拉得更长一点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扩展它的线性范围 然后我们这个就实现了用程度当中 它这种大含量成分 比如甘露醇 松果菊肝 毛泥花糖肝 以及某些微量成分 比如那些木树类或者环西密贴甘类化 我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定量分析 然后前面我们讲了一个怎么筛选这个参数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应用范围再进行延伸一下 也是肉虫的这个例子 前面一直有个争论 就是说肉虫当中到底是存在一个半露醇 还是半露醇 这个半露醇还是甘露醇 这一直是一个争论 因为这两者它的分子量 它的质谱 它的包括它的MM理质 都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从结构上来看 我们就看到它只是一个差异构体 然后要准确的判断它两是到底是哪克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难的 因为它的这个两者在色谱上的触碰时间 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发现 假如我们对它这个目标的一致 比如说这个181对多少的时候 它一个两者的内阶曲线 是存在一个显著性的差异 然后我们通过构建这个半露醇醇 甘露醇 它这个内阶曲线 以及我们把两者进行一个同比例的混合 来再进而构建这个混合物的一个内阶曲线 然后在对实际样品进行分析的时候 再构建我们捕获到风的一个内阶曲线 然后我们通过这两个match一下 这4条这个内阶曲线进行match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露醇当中只存在甘露醇 而不存在半露醇醇 比如说我们解决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然后在做露醇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还发现毛肉放肠杆 它在甘露醇放肠的时候 它会发生降解 然后降解产物 就是在毛肉放肠杆后面一点点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充分时间 但是这个目标发物 它充分时间正好跟一毛肉放肠杆 以及顺势毛肉放肠杆是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质谱 然后因为一毛肉放肠杆和顺势毛肉放肠杆 它的质谱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的母离子和子离子完全是同样的数值 比如说我们就没把判断 它到底是降解为一毛肉放肠杆 还是顺势毛肉放肠杆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说我们才有一个 把这个反应进行放大 然后用核词先鉴定了一下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 然后另外一条路我们来构建 我们可以说知道这些对照片 叫毛肉放肠杆 一毛肉放肠杆和顺势毛肉放肠杆对照片 我们来构建它的内阶曲线 然后对我们这个体系里头 降解体系里头 它这个新出现的目标峰 我们也可以构建它的一个内阶曲线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内阶曲线的match 来判断它应该是顺势毛肉放肠杆 而不是这个异毛肉放肠杆 然后我们再通过核词数据的分析 也进一步确证了 这个毛肉放肠杆 它可以降解为这个顺势毛肉放肠杆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右边这个例子 它是通过一个双键的一个顺返移构 而不是一个线接的迁移来创生降解的 然后就说前面我们还讲了一些这样的例子 然后我们进一把这个延伸 在这个做这个LCMS分析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风 它特别是同分一构体的情况下 它难以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resolution 这样的分离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它以为是同分一构体 它得到质朴图 很有可能也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我们就认为它也是一个画物 但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多个画物 两个画物甚至是多个画物 在做个这个潜伏的时候 我们就正好遇到一个这个例子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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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目标风可能是接接的比较宽 就是说把这个有点那个前沿风的把它都接起来 然后进行一个核子测试 然后发现这个风里头它真的是两个画物 包括一个PE和一个IiK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同一构体 也正好是三平位和四平位的一个位置进行低调 对调 然后呢 寻找这个对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体的现象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来实现它的这个同步定量分析呢 然后我们在前河当中就继续找 找到一个跟它类似的 也是这个PA跟这个PTE 也就是白发成功假数 跟那个派瑞星 发现它两者正好也是三平位和四平位的先机进行对调 然后形成这种一构现象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深入的质谱分析 看看能不能寻找到我们有用的信息 然后呢 这两个画物正好 它就是这个 它正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色调分离 我们来构建它所有的后线的一直队 来构建对后线的一直队的这个列阶曲线 然后发现每个画物都有自己特意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类似队 比如我们这个PTE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287215 它这个类似队是它独有的 然后它只在这个地方出风 然后PA那个位置它是不出风的 然后327215409327的时候 这个PA出风 但是这个PTE是不出风的 也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筛选一个比较有特征性的类似队 对来对这个没有达到机械分离的头部一个问题 就是良好的头部电脑分析 然后呢我们就在把这个应用到这个这个LK的PTE上 因为它没有完全分离 所以呢只是有特意性的这个例子队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得到它良好的一个列阶 然后呢我们就说也利用之前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就说把它应用到这个看它列阶方式 那我们确实也找到了 像在329227451351这个离子队对LK它是这个响应比较好 但是45139的情况下 它可能就是对另外一个号号它响应比较好 也说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这个这些能量分辨制谱 来获得这个对应构体各自拥有的一个最佳的一个 这个最特征的一个离子队来实现 没有达到极限分离的这个同位构体的同步电脑分析 然后呢后面还有两个比较一个是给我们实际用的例子 主要是一个一个是这个咖啡酸衍生物 这个这个绿原酸衍生物它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定量分析 以及我们松果集团的品材性物的一个分析 然后呢像金银花很多这种花类药材 它都是这个富含这个绿原酸类化物 这个绿原酸类化物在这个植物界也是分布很广的 然后绿原酸化物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般是一个奎尼酸和多个本饼锡酸结合成的 然后绿原酸的制谱列的规律很多人都报道过 但是呢我们制谱一般认为它是没法很难或者是很难区分同饼有体的 很难以确定这个本饼锡酸 比如说比如这个咖啡仙基或者是肉鬼仙基之类 这个本饼锡仙基的取代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这个金银花的分析的时候 就发现有三个单取代的联酸类化物 它的制谱图就左边这个三 左边显示我们看到它质量数基本上一样的 然后呢它候选结构应该是就是说大家已经报道了 有这三种可能的结构 然后呢就是说它制谱数一样的 然后发现它有些这个细微的这个制谱的信号的风度 它可能会有些差别 然后呢但是你很难说去拿这个风度去真的去建立一个化物 你换台仪器的话或者是换一个碰撞栏你去换它 它的这个风度可能就是不一样了 这样的话我们要寻找一个更有利的证据 来对它的结构进行一个精准的鉴定 然后呢我们也是对这个因为它达到极限分离 我们也可以构建后选离子队 然后对每一队后选离子队都在对它进行构建一个类的曲线 我们构建它的这个353对353这个离子队 比如说它这个M减轻风对上M减轻风 这个叫做你这个叫做MIM的一个离子队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整个母离子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稳定性 这个就是353对上353 然后呢当母离子对子离子的时候 比如这个353对319 它应该是这个这个指键进行进行一个链接 然后产生一个191的碎片 我们也构建它的一个这个链接曲线 然后对它另外一个离子对353对179 然后是够一个断裂的是一个指键旁边的一个太阳键 然后呢也会成为一个这个离子队 然后我们也构建它的一个链接曲线 发现它这个虽然是同费个体 但它的链接曲线现在明显的差异 然后呢我们认为它这个东西呢 这个母充母离子到子离子 其实就在碰壮时 发生一个气象下的一个化学反应的构成 一定是这个键的断裂 比如说我们断裂一个键 它丢失一个中线碎片 而得到一个子离子 然后它这个这个键能 应该是跟它的最佳碰壮能 现在一定的关系 因为键能和键长是一个这个反比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觉得碰壮的那个键能 键前键长应该有一定的定量生存关系 然后进一步我们就采用这个化学计算 比如高斯板键 我们来计算它这个指键 以及指键相连的这个太阳键的一个键长和键难 我看到这个是它三个可能结构的 这些这个这个理化的一个参数 这个键的一个参数 然后呢再总结前面一张PPT 它这个C50也就是它母离子对上母离子 它的一个大小瞬息 然后这个OCE353195 这个191这个大小瞬息 以及353179 这对离子的大小瞬息 然后我们呢再结合它的这个计算出来的 一个键的一个参数 来得到它的一个结构 我们就推测它这个第一个谱 对应应该是这个化物 然后把它对应关系找出来 然后呢就是我们进行和通过这个理论上的一个计算 它应该是得到这个结构 那为了验证这些呢 我们就够在了一个装置 然后通过这个在线流分的一个收集 收集一个目标的流分 我们把这个检测出来的这个单取代的绿元酸 以及双取代的绿元酸都进行一个这个接起来 然后进行一个核实的一个验证 然后我们通过核实的验证 也验证了我们前面的通过OCE 根据这个键的这个理化参数的计算 得出来结构 它是可靠的 然后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自家碰撞能 可以作为有效的分子描述服务 比如说描述 我这根断裂的键 它的一个键的一个性质 还除了提高化合物结构鉴定的准确性 然后前面是一个绿元酸的例子 然后我们再进一个 这个我们科例主做了一个比较久的一个化合物 它的代谢产物的一个分析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松果鸡干 松果鸡干 它是肉虫植物的一个类似的标志性成分 它的主要的 也是它的主要化合成分 以及主要的药效成分 然后呢这个肉虫植物 它已经开发成这个 这个中药二类性药 包括虫植物肠胶囊 和这个 它已经是有两个品牌 然后呢 这个虫植物肠胶囊的主要化 主要的活性成分 就是松果鸡干 然后松果鸡干 及其字迹呢 老清字明片 也在2017年获得了中药的凌厂披荐 也说我们这个 它这个化合物真的很重要 但是呢 很遗憾 它的代谢产物 尚未被完全查明的清楚 那么呢 这个松果鸡干 你看它主要的药效 主要是这个 治疗水害不足症的 轻中度 血管性症 比如说它这个 轻药的一个 一个失忆症 然后它在肉虫 管化肉虫中的含量 可以高达30% 所以它口服生物率 生物率非常低的 我们可以分析它的结构 有指剑 有肝剑 然后糖和糖之间的肝剑 这个东西 很容易被这个 这个肠率解 甚至一些 其他的水解煤 进行快速的水解 然后呢 我分析它的结构 我们想把这个 利用这个还原论 把它的复杂结构 进行一个简化 来构建类似的一个 结构 简单一点的化物 就像红锦天干 烙醇 酱气烙醇 然后像毛里花糖干 给它少一个糖的 然后这边呢 把它构建这些咖啡酸 肉虫中干海粉 然后对这些 结构相对简单的化物 进行分析 然后再统一推测出来 松果鸡干 它的体内的一个 然后呢 我们就是对这些 一系列的化物 都进行了分析 然后发现松果鸡干的各个产物 在它的这个 在它的这个 简单的这个 结构化物里头呢 都可以找到 然后通过这个 我们构建这些 简单的化物 这个比如说 所谓的压结构 拆分的策略 然后呢 可以有效的解析 松果鸡干的代价产物 然后呢 我们就构建了 它这个可能代价途径 包括它主要是一个 随减反应 然后也会出现 撒冷的一个 假质化反应 然后随减呢 主要是一个 直线的随减 然后呢 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都是画了很多 这个方括号的 也就是说 我们没法确定 这些甲基 糖前酸 还有这个黄酸基 它的连接位置是什么 也就是 哪怕是我们采用 这个所谓的压结构 拆分的策略 能不能无法确定 准确的建定 代价产物的结构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 逐渐分析 它这个主要是一些 位置一个体 然后我们前面也有些 这个在线能量 分辨的制度的经验 然后呢 我们就先构建了 它怎么来 怎么才能实现 松果基杆 提供代仓物的 这个精准的建定 首先呢 我们通过 这个高分辨制谱 然后可以看见 它的这个结构 这个亚结构类型 比如它的母核是这样的 它具有的哪些取材机 然后这可以获得 它的很多结构信息 然后呢 这个它在社谱上 有一定的保留时间 然后呢 现在这个像 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已经广泛用于 这个化物的结构建定 比如说我们利用 它的保留的性质 来反映它的结构特成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看 它能让分辨制谱方面 但是能让分辨制谱方面 来获得它的最佳碰到栏 来描述它一个锻炼的 一个化学件 这样的话 比如图过以上信息的整合 有可能能够建立 松果基杆的 这个 这个代谢体内代价物的 确切结构 然后呢 就是说首先 我们高分辨制谱信息 我们已经获得了 进一步 我们来构建一个 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这个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呢 我们为了扩大它使用性 我们非为采用了三种方式 一种是常规的反向色谱 还有一个七十周围色谱 以及我们这个实验室构建的 比较一个主特的 一个反向色谱 一七十周围色谱 直接偶连这个系统 来写用了大概一百多个化物 来在这个三个系统里头 分别构建 它的描述关系 这个QSR关系 来确证它的一个 获得它的一些结构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对这些 构建的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进行一个确证 我们看到这个理论值和这个计算值 它的相关度还是很大的 我们一共采用了 一百八十四个化物 在三个模型上 分别进行一个构建 然后呢 发现它确实跟它的一些这个参数 有一些这个关系 然后呢 三个 三个 三个色谱系统呢 因为它的保留原理是不一样的 可以进行一个 互相的一个补充 然后呢 它主要的一些这个影响 它的保留 保留性质的一个参数 主要是它的一个这个表面 这个这个 这个清建的一个受体 然后它的一些这个这个极性 然后呢 我们认为这个三种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保留模型呢 同时应用呢 可以提高 可以提供重要的结构信息 高定性分析的准确度 然后呢 前面是一个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结构性质 然后进一步 我们利用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利用战线能量分辨制度 来获得它的最佳碰到栏 然后我们再根据前面这个 它最佳碰到栏 应该是跟它的建的一个性质的关系 来构建一个所谓的定量结构 碰撞关系 然后呢 这里要提一下一个CE50的性质 CE50就跟前面讲到的一个 绿原酸的粒子是一样的 我们构建一个母粒子 对上母粒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母粒子 随着碰撞难的增加 它的这个降低是情况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CE50反映的 应该是一个母粒子 所谓的一个稳定性 我们也是发现了 它不同的这个代理产物 我们这里又是举一个这个 这个 我们选用的一个标准化物的粒子 发现它这个化物 不同的化物 它的CE值是不一样的 哪怕它是同一构体 这种像这个毛粒化妆杆 和易毛的化妆杆 然后我们认为这个CE50 因为它监测的是一个母粒子 对于母粒子 它反映的是一个化物的一个整体性质 我们它假如涉及到多个键断裂 产生多个子粒子 什么情况下 我们难以用 用于这个未知一构体的整体建立 比如说我们没法描述 我们感兴趣那个化学键的性质 然后呢 这个OCE呢 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断裂化学键 建栏成正比 建长一个成反比 然后呢我们就认为 OCE可以作为局部结构的一个老术符 因为跟这个CE50是不一样的 可以有效的区分这个位置构体 进合进合化学计算 准确建立这个化学结构 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我们再进一步应用 那我们用QSR的时候 发现它这个三个 比如说它这个黄酸化产物 枪机脑层的黄酸化产物 它会有三个枪机 那么呢可能的结构 应该就是这个三种 三个这个黄酸 连在这个三个枪机上 任何一个我们就看到 它这个不同的 比如纯枪机和分枪机的位置 这个连接有这个黄酸的时候 它的保留时间是会有差异 但是呢 当这个黄酸机连在这个三片位 或者四片位 这两个分枪机的情况下 发现它的保留时间差异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通过这个QSR 得到它这个化学物 得到那个连接在纯枪机 那个黄酸化产物 但是对这个分枪机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进一步采用这个OCE的关系 然后我们得到它这个列阶曲线 然后主要是它这个中心丢失一个 三氧化流 它得到一个离子队 然后来进一步计算它的一个建长和建栏 通过它这个建长OCE的一个大小关系 然后建长建栏的大小关系 来准确它 检略它的结构 然后呢 我们来对它这个 这个在气象情况下 它的一个从母离子到直立子 一个反应 一个能量 这是一个模拟 然后也进行得到它一个 这个所需要的能量 比如说跟这个最佳碰到栏 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定和正向的正向关关系 然后呢进一步就把这个用在这个上面 如果内阶曲线 包括它的一个母离子对上母离子 和这个母离子对上子离子 我们准确的建立了这三个黄酸化产物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定量结构碰到模型 可以提供重要的结构信息 特别是我们改进的这个化学键 进了提高定性分析的精准度 我们这个前面也是一些理论计算 然后一些理论推测 我们再把这个化学 这个代产物进行一个分离 来用核磁来建立它的结构 就是MR 我们可以建立它的结构 它确实是连在这个四贴位的分枪级上 那我们进行这个另外代产物的分离 然后这个代产物我们通过这个核磁数据的分析 发现它是连在三平位的一个分枪级上 然后另外一个化物 它的保证实验是靠后 在这个板像的时候 它保证实验是靠的 发现它是连接在纯枪级的这个黄酸化产物 然后呢 我们就是对前面这个这个送过基盘代产物一个小节 我们认为这高负面质谱 这个是LCMS最常规的一个方法 它可以提供出货的结构信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可以对这个同飞高铁进行筛选 就比如刚才那个黄酸化产物 我们可以把这个枪分一个纯枪级上的黄酸化产物 和黄酸化产物先把它踢出去 把它建立出来 然后进一步我们通过这个OCE和结构 这个也就是说化约件的关系 进一步确认MR和M4的一个归属 然后三个的结合可以实现 GLCMS的一个化级结构的一个准确建立 比如说我们不用采用其他的方式 也不用采用分离 就可以建立它的准确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通过这个一系列操作 然后呢黄酸化产物 全酸化产物 假计划产物 等一系列代理产物 结果我们都进行这个鉴定 然后就推上出它的一个 它的这个单线路径 包括线机迁移 比如以线化 然后还原水减 这一系列的 我们之前就可以推上的 这一个单线的路径 然后呢对前面所有的工作 进行一个小结 比如说这种 在线能量分辨制服 它区分于这个能量分辨制服 也就是说把能量分辨制服 进行一个在线化 它可以实现 不依赖以对照品的一个制服参数的优化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操作 我们通过构建一个PITS 然后呢看不同的 这个看PITS 在不同的碰到的碰到蓝球框上的 一个响应值 来得到一个最优的控制 然后呢在这个进一步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代行能 分辨制服 来实现精神的定量分析 包括来确定 它是不是这个化物 它这个化物 它是不是有这个 有其他的这个impurity 就是说它杂质在里头 它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我们业项的一个分离的能力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在线能量分辨成目 可以实现化和化物结构的精准鉴定 我们在这个绿元酸的例子 以及松果经典代产物的例子 然后我们也应用到这个里面 对它的化学结构 进行一个精准的鉴定 然后呢总之 在线能量分辨 可以作为这个质朴新的维度 来增强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功能 然后呢 这是我们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很多详细的信息 都在这个文章里头 大家可以把这个文章找来看一看 然后呢 可能就说比我讲解的更详细一点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一系列工作 也得到了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大家说的支持 包括我的导师 像涂飞教授 江永教授 还有李军教授 然后也以前的一些提供很多帮助的 比如像王一涛教授 万年多教授 然后杨峰清教授的 然后在这里也感谢一下 那么主要工作可能就是说 因为我可能做的比较少 主要是我们整个课题组做的 就包括像赵一方博士 朱文静博士以及很多这个研究生 包括刘文静 潮原等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 也得到了很多这个基金的支持 包括自然基金 然后一些海上课题 然后再次也表示一下感谢 然后呢 这个我们这个引用最后引用一张 这个搞分析化学的人 经常用到一张图 你说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冰山一角 我们有更多的是看不见 你说我们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 才能把这个整个冰山的结构 把它了解得比较透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